我不要放在土裡 我也不要花帳 我也不要什麼 我先跟你講說 我要等會 綠島附近 你隨便把我丟到海裡 這樣就好了 站在那個醫院 然後被宣判的時候 站在冷風之中 其實有點在發抖 你知道嗎 我在想說 我還沒準備好 我很多事沒做完耶 好在晨晨回來了 去年11月 她因口腔癌入院治療 緊急取消千人跨年演唱會 接到2號第一時間 晨晨把悲傷留給自己 對傑黎35年的老婆滿是愧疚 因為我是在國泰檢查出來的 我正在仁愛路的時候 我大概想了半個鐘頭 我不知道怎麼打是通電話 就是 我覺得很抱歉 當我打起電話的時候 我很想講說 我不能 我好像不能陪你 到我們想要陪的那個時間的感覺 萬一我只有明年或是後年 那我真的很難過很抱歉 那個情況不明 我其實是很想掐著我的醫師 問她就是說 我還能過多久 你到底你要告訴我 你幫我弄好 因為我想跟她有約定 我跟我的女人有約定 其實我們是要那樣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什麼工作演唱會的 唱片專輯 你狗屁倒灶的 你命都沒去 那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我的夫人 最厲害的是 就是她 她在這種節股演的時候 她又抵我寒兩鏡 她就說 你現在趕快回家 大概是這樣 回到家的時候 我兒子跟媳婦跟夫人 坐在沙發上等我了 我們就來開家庭會議 怎麼樣面對檢查報告說 沒有擴散 那個時候才會覺得說 整個石頭放下來了 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計劃性的去面對她 那你該不會連她一組都立的話 如果我確實知道 那個timing到哪裡的話 我可能也會安心的去做這個事 我確實也會把這些事情都理好 比如說把那個什麼 A片檔案處理掉啊 不不不不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